是我们缅甸到你们国家 然后把你绑过来吗 还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 让你过来到这边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过来的 所以说你们回去去说的时候 不要说是什么缅甸缅甸缅甸 怎么样怎么样 诈骗是你们自己国家来弄 又不是我们缅甸本身 本来就有的这种诈骗 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说的时候 多注意一点 多考虑一点 不要影响到我们之间的一些友谊 谢谢大家 视频中的这个男人 正是缅北亨利集团的高管 陶欣富 他曾经还是一位歌手 谁知他面对缅北诈骗不争的事实时 竟然口出狂言指路为马 企图扭曲事实真相 洗白缅北的诈骗行为 更可笑的是 他曾经还上过芒果台的 《亥语勺》节目 简直就是震碎人们的三观 根据网友爆料称 陶欣富是亨利集团艺术团的经理 并且还为亨利集团配过音 缅甸东北部上班国感地特区 首府老街市的锦江商业区 高楼林立 灯火托鸣 这正是我们亨利集团总部所在地 国感的这片热土 养育了淳朴善良的国感人 在老街市 在亨利集团这个大家庭里 口声音上听上去 很像是陶欣富的声音 有此推断 他在亨利集团可能真是一个领导 但是不是文艺部的就无从得知了 但在他们的账号中 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能歌善舞的俊南亮舞 他们不会特意地宣传亨利集团 但会在不经意间给亨利集团一些特写 从而达到宣传的效果 从中也不难看出 亨利集团就是利用数团的歌舞 通过短视频平台骗取粉丝的信任 一旦有上当受骗的网友 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还是要呼吁大家 缅甸并没有娇贵的小公主 大家看到的都是谎言 那里等待你的多数都是恶魔 视频前的你可千万不要轻信那里的人